金灵带着小奶团子回到衙门的时候,已过了午时。 要不要紧,伤得重不重,让你带着卢青一块儿去,连不停。 行了行了,就不能让我安静点,就不想听听我怎么受伤的。 小静玄抿了下唇,看着边上的红杏道。 还不赶紧地去将上好的金疮药拿来。 是,爹爹,你就放心吧,娘亲就是有点擦伤,然然给她包好了。 小奶团子软软地道,说话时声音弱弱的,还带着点小委屈。 谁让然然受委屈了? 金灵微摇里摇头,风采在马车上,还高高兴兴的,像是个小麻雀似的,跟米肾行叽叽喽喽地开口说话呢。 还不是爹爹你,有了娘亲,就忘了还有燕燕了,人家回来了都不知道抱抱我。 小模样,还学会吃醋了。 才不是呢,醋是什么,我才不吃。 来,爹爹抱抱。 熟来的抱抱我不稀罕。 小奶团子夺着小脚丫子,冷哼了一声,转身就跑了。 我找四叔母去。 咱家这闺女啊,真是越看越喜欢了。 还敢笑,说什么自己神经百战,最后还不是弄得满身是伤。 萧静璇,你敢凶啊,人家都受伤了,你还要凶人家。 都三十的人了,正常点。 好你个萧静璇,你是不是嫌弃我了,是不是? 没有,我怎么敢嫌弃你呢? 你说的是不敢,不是不会,你就是嫌弃我了。 没,没,没。 而此时,萧静璇的房中,小奶团子正会声会色的,给他演绎着今日在马场中所发生的事。 四叔父,你说我厉不厉害啊? 你有多厉害,我没听出来,倒是你娘亲今日做得不错。 要是没有我给娘亲加油,娘亲不一定会赢的。 难道然然不是为了自己那两万两银子? 那些银子可是人人攒了好久好久的呢。 四叔父,你不知道我的那些师兄们可坏可坏了? 他们告诉我,一颗上品单要顶多卖十两银子,和许哥哥告诉我可以卖几万两。 师兄们,拿一串糖葫芦一个肉包子,就骗我给你们炼丹。 谁让你没文化呢?你的师兄们也不坑你坑谁? 没文化?四叔父,你是在说我吗? 不然呢?这里除了你我,还有其他人吗? 师父们什么都教我,为什么不教我文化?太欺负人了。 没关系,你还小,从明天开始,四叔父教你如何? 嗯嗯,四叔父,然然今天赢了好多的银子,分点给你好不好? 这么大方? 嗯,娘亲说,那些银子留给然然长大之后当嫁妆,可是然然还有好久好久才能长大呢。 前两天,我有偷偷地听到爹爹和娘亲说起过四叔父的媳妇哦。 四叔父,你是不是没有银子娶四婶生啊? 你然然可以给你啊? 不用。 银子然然贴四叔父攒着了,总有一天需要的哟。 小丫头,你攒那么多银子干什么? 吃命啊,反正好可怜的,舞弊三圈,天生缺妙。